我提意念 画一个青森式大门 在夜门 夜门所看到的情景 当然它也有内涵意思 为什么呢 那个锁 那个锁把锁在那里的那种感觉 你不会想到很多的事情 那这个真正的重点 不在脚踏车 是背景 脚踏车变成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骨架而已 我把我真正的东西 弄在背景上面 画得很细腻的一些质感 那这个呢 我要尝试一种颜色的搭配 比如说我把那种紫色跟绿色搞在一起 绿色跟紫色很难在相处的 它相处在一起 总是觉得不对劲 有点矛盾 有点不太对比 但是如果绿的不太绿 纸的不太纸 它就会在一起 我就抓那个分子 这个是色彩 在色彩里面玩一点意念 那这个是我想画得很细细 但简直你画的时候 我一边画得很想哭那种感觉 这个很细很细 这是一种植物的 叫苏脉刺蓝 肯定有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在 我在中国大欧 那个重庆寺所看到的 我把那个屋顶的层次 一层两层三层画出来 屋顶一层两层三层 然后这个的蓝 这个的天然色 这个的紫色 跟这个的红 那这里有一点灰蓝 它四个很强烈的颜色 通通挤在一起 通挤在一起 圆座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颜色很重 颜色很重 好这个是我们眼睛眼光啊 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 构成最重要 任何一幅画 不管你画什么 那它构成 你看一个一个 你看鞋子 出来一点 和一点 直一点 然后这个细一点 洗一点 还有一些机理斑点 你怎么去组够 去组够一个画面 这个东西 如果再抽象一点 你就看不出是什么 这真的是抽象画 所以呢 抽象画能不能欣赏 抽象画的决定胜负 一样都是结构 跟写实话一样 都是结构的 我们就在找结构 只要结构对 你可以发挥无限的创意 我常常这么想 我总做一个结构 其他我自己来 你可以用抽象的方式去做 你看很棒的 很自由 好 你们看到后面好亮好亮 可是没有看到前面有一只鸟 一只鸟躲在暗处 我就去想画出说 那个鸟那么写实 就躲在暗处 一下子看不到 我们会先看后面 先看后面站在前面 我没办法那个灯 就是说它的那个亮度 我试试 我这张画是想到从这个秀琴画 我每一串每一树的秀琴画 其实画法都不一样 由最简实的到稍微不写实的 到比较不写实的 比较为超像 又很超像的 这几个把它做成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空间 所以每一串秀琴的 它的清楚的程度 跟写实程度 通通不懂 结果做完之后 我发现这一招很管用 它可以产生一种 效率的空间 跟阻碧层次的差异 有时候我们看东西会很平 可是这个是人工的方式 不是我真正看到的方式 但是做完之后 我发现它很管用 从此我的画又更自由了 那这个是一个手艺的 一个巴勒克斯文的文化 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个有点笨 就是说有又写实又不写实 让那个绿穿来穿去 穿来穿去的那种味道 这个都是我在想的时候 我在画的时候 我先想出我想怎么玩 这一张在玩什么呢 这张我其实是在玩 一种很复杂 却很多层次 一点都不乱 整那一整理感觉 我看到很复杂的叶子 我想把它让人家感觉 这是第一层 这个是第二层 这个是第三层 第四 第五 我能不能做这种感觉 每一层其实都很复杂 我们常常要把前面东西凸显出来的时候 后面的背景就要单纯化 但是我们能够连后面的背景不单纯 前面依然可以跑出来 我就在想这个事 我就在想这个事 我说我画了这一幅画 后来发现还是可以的 你只要上家注意一下 它的明度关系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每一层都归纳成一个接近的明度 第一层一个明度高一点 第二层稍微低一点的明度 第三层再低一点的明度 虽然很复杂 可是它被归纳了 一层一层还是可以进去 这就是画画的时候 我们思考这些问题 画画是一种研究 这一层画就是说 其实后面有一块空的 真正的主体确实那一块空的 我什么都没有画的那一块 每一层都看到那一块 感觉所有东西都被吸进去了 吸到了那个洞里面去了 这是我的想法 最后画出来 我觉得我有做到的 尤其这里有几个东西 像这个岩石的边边 画的不写实 把它虚化掉 然后这里还比较写实 这边比较写实 一直往这边跑 越来越虚虚 后来一场空 什么都没有 但这边很暗 这边很亮 让它穿到后头去 我自己去营造了一个深度的空间 还有把空 把空灵当作主体 这个倒是很少见的 空的东西是我的主体 可是我在画这简直想法 有些题材 像刚才讲的 所谓主题意念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所谓的语量纪 我气象公司在测量雨量的一个小箱子 小小的一个箱子 我把它画成一幅画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幅画 我在画之前 我是现场写生的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画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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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块面的感觉 就每一个都是三角块 三角块三角块 这个方形块 方形块 三角方形 每一块都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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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跌上去 我想用这样的笔触来表现 我新的感觉 所以每一块画一开始我就想 今天要玩一些什么花样 我四种花样可以玩 刚刚说的那四种 这一张我想的那种挥掉 有很多感觉已经不真实了 比如说像后面 这很不真实 一挥过去 因为它的背景 感觉到了就好 我越来越画画 我希望我画出感觉 不要画眼里看到的东西 是画出了你的感觉 你感觉到的东西 它跟眼里真正看到的时候不一样 感觉到就好 而且感觉会很深刻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这张用挥掉 尤其在后面 那这里 这后面还有用一些无酸胶 也就是说拿无酸胶 在纸面上胡调的抹 抹完之后才上水彩 那么会有很多特别的效果出现 那这张呢 很细很细 可是它给我这么仔细的细面下去 是一定不好看 于是我这边就不理它 不管实际上怎么样 我就做出一块空 我就画一块空 各位想一想 如果连这里都画成像这里一样的话 那不是都一样了吗 所以这个彩度比较高 这边低一点 这边虚掉 这边模糊掉 我就自己去做一种 引导你的视线去移动的感觉 这个叫创作意念 所以我每一幅画就是因为在玩这个创作意念 让我一直都给玩 玩三十年 我觉得还没有玩完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这跟我画漫画是有关系的 漫画需要共享 好 这个是一个反光的感觉 大家都在画马祖 那么我就从一个玻璃片里面看到了马祖的灯塔 它有很多反光的音乐 这个反光感觉 反射反映的感觉做出来 我自己人就站在这里 这是我的影子 其实它就是一个玻璃镜框的画面 仰视的 龙山是仰视一块空虚掉 曝光过重的感觉 空虚掉了 然后它仰视的烟往上面飘起来 这感觉会有雄伟的味道 我就是说我想 我这张画不只好 我要往上看 我要模仿视眼的感觉 画画有好几种 有一种是用肉眼看 有一种是用雾眼看 透过相机 透过电脑 你去改造 还有一种是用心眼去看 陈其宽先生的话 就是用心眼去看 也不是透过机器的 也不是雾眼 是心眼 这中间有没有高下之分 很难说 当然有人说心眼最好 但是我就不喜欢画到心眼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就是每一个人要的东西不同 好 这是抽象吗 反正说这是非常写实 这是写实的画 但是我又玩了一点画 这是什么 你如果到一个提防边边 那个柏坎 柏坎边边有很多水洞 这个水洞都会出水的 那如果下雨的时候 那个水从这边流出 就沁成那一块一块 把那个柏坎或提防 沁得一块一块的 那你看起来 那头像真美啊 你觉得它就是一幅画 那么我又动了一个手脚 这个是上下重复的 跟刚才有一样轮体一样 你把它反过来看 反过来看是一模一样的 至少接近一模一样 所以它变成这种东西 有这样的感觉 它是很写实却很抽象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构想 所以这张画 其实你所看到都不是真的 我用好几个空间去组合的 这个的画法你看 也不太像水彩似的 你看旁边好像积了一个边边的感觉 有点像画水帽画的时候 他有时候用重白粉的时候 把颜色挤开那种味道 那这个东南西是什么东西 每一个安排 其实通通是假的 你这样看很真 可是它其实通通是假 没有没有是真的 这个也是首逆的感觉 你看他一个退役的老兵 这是所谓的内涵意义 所以我还是在画一载道 有一些画一载道 有一些却不是 有一些却不是 我有很多的方法来做 好 这个是 我不抬头看 我低头看 我看那个水面上的反光 那些颤抖的 那些围衣啊 那个小浪啊 这个一点一点在冻着 在冻着 它没有水流围冻的那个味道 把它耗了一幅画 就是你可以采取空 一个空间 你不真的要 你可以围观 你不真的要全观 我发现围观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如果你大景不美 你就看小景嘛 小景不美的话 你就看细节嘛 细节不美的话 你就看显微镜里面的东西啊 一样一定会有好的结构 都有好结构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 可以有种画的东西啊 那这张画是 几乎全抽象 除了一朵鸢尾花之外 鸢尾花之外 几乎全部都是抽象 几乎全部都是抽象 好 这张画是写实的吗 还是抽象的呢 你就很难说啊 对不对 但是谁都知道 这是一个 反正有一条路啊 然后也有长着树的一些小山壁啊 后面有一个黄枝啊 我把写实画得像抽象一样 用色块 用点线面的概念去画这一幅画 画完之后 我觉得你画水彩画的那种特别的媒材效果 它其实也很好玩 也很好玩 所以玩不玩的话 这个都是写实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点一点 那个一点一点怎么做 我用棉花棒去沾留白胶 一点一点去沾 沾完之后画完之后这样 它戳掉 就是这样 哇 那个点 用棉花棒去玩的 这个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露坚花没有错 它后面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是两个井 其中有一个井是我看的那个一个浪板 透明的浪板 房子啊 那个遮雨浪板 我一看我上面有个空叶 结果阳光透进来 哇 好美啊 好漂亮 可是单纯的那样 似乎超像的一点 我觉得它也不是能够完全自己独立的 于是我就把那个浪板的感觉 把它垂直起来 垂直起来之后 我画了自己从其他地方 画的杜鹃花进来 让它两相对照 我也不说这是怎么回事 反正画画就是怎么回事 你只要能够让人家看 然后你有一个完美成绩 把你要说的话说出来 就可以了 所以后面就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它是浪板里面 透光所看到的景象 这个呢 其实在玩一个 所谓的色彩的对比的游戏 红的跟绿的对比 红的 白的 绿的 这几个很强烈的 几乎是 你可以说是红黄蓝 快要三元色都快要跑出来了 蓝色也有 蓝色也有 红黄蓝啊 绿啊 这些都是很强烈的元色 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香土的题材里面 它又怎么样 你可以可以去想 你可以去想怎么做 这个是在玩色彩 刚刚说的 紫色跟绿色最难搞 我偏偏把后面全部画燕紫色 我把它画成了燕紫色 这边有一道光进来 这个其实这些孤佛艺都是拿来玩用的 我不是画一个真正的孤佛艺 这张画全部在画颜色 颜色块之间的关系 这个又回到了所谓的主题意念 画老照片 画老照片 所以呢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玩 你可以玩很多的花 这个是老照片 这个都看不到这个凤山 凤山以前的一个城都拆掉了 都拆掉了 那刚刚这个呢是盐水 盐水镇的一个潮琴街 以前的潮琴街 是一个市场 是最热闹的地方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变得热了 颜色很淡 这个是我在画之前用石膏打底 石膏打底之后 所以石膏打底它软软的时候 你可以做很多基礼 你可以拿牙膏来打 一点一点的用什么去做的 可以用线来拉什么都可以 然后干了之后画上去是立体的 有一些基礼什么都有趣 哦 这个整个太亮了 不好意思啊 我是想画一个水梦的味道 哦水梦的味道 不好意思 我们打开灯好了 打开灯的话 我想 尤其它这样更强 我们更白了 要不要站好 让它不要那么的